这是一个由我的世界无法得到的方块搭建的地狱门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老哥发现自从地狱门添加到我的世界中之后 13年的时间都没有一点变化 于是他决定对地狱门来点小改造 首先肯定是从最简单的开始 然后是最难的方块 第一个方块就是粉红色羊的羊毛 它只有0.164%的刷新概念 下一个是信标 于是老哥来到地狱堡垒给凋零骷髅上了一堂体育 老哥不想让跟凋零的战斗十分的枯燥 他直接在地狱天花板上跟凋零对决 但是问题很快出现了 现在外支来到了4000多 他的翘翅都快坏了 于是他重新选择了在地下隧道中跟凋零决斗 成功击杀凋零后老哥赶紧拿上下界之星制作信标 接下来是磁石和龙弹 由于磁石需要四个远古残海 于是老哥制作了一点点天体 然后来到下界玩起了拆迁 磁石也是很快就得到 然后龙弹老哥早就得到 下一个方块是前生推化器 这需要从寻生守卫身上拿到 老哥自信地来到深邃古城对抗寻生守卫 但是眼睛的失明让他什么也做不过 生气的老哥也是拿上了南瓜头和铁铭 直接送了几十个铁回垒下去 就这样拿到了前生催化器 在拿到无法收集的方块之前 老哥准备先收集两个最稀有的方块 首先是深层绿宝石 如你所见 深层绿宝石的概率几乎等于0 但是老哥还是出发开始挖矿 三个小时后 什么都没找到 于是老哥转变策略 开始出发探索 没想到直接就发现了 被看见现在的地狱门已经有点出现了 接下来需要三十六个古代残海 制作了下界合金块 现在就完成一半个方块 然后老哥决定给地狱门做一个准备 因为这样直接放在泥土块上实在是太丑 做这个底座需要二百个石英 于是他制作了一个截略农坦 来获得预论石 然后制作了一个虚空的村民交易 让他可以无限的跟村民交易 老哥也不懂其中的原理 收集完后他制作了底座 将之前收集的方块放在了上面 接下来准备开始收集无法得到的方块 首先他需要去到1.9测试版本的预发布塞 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要来到一个全新的极限模式世界 等会儿你会知道的 然后老哥收集了一点点东西 收集完东西后是时候去寻找墨地遗迹 老哥也是十分快速的就找到了 因为这个版本的墨地遗迹 有四根很长的玻璃柱子 然后老哥来到传送门 准备用TNT将门框炸掉 虽然现在传送门图形看起来是这样 但等会儿老哥更新了游戏就会加载出来 然后老哥制作了一个普通的钻石房间 来先给自己遮风挡 现在需要去到1.9测试版本的预发布塞 来得到刷怪龙 这非常简单就得到 只需要附魔一个精准采集 但是这个版本升级非常的慢 于是老哥刷了几个小时 还将等级升到了30级 这个版本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拿走装备的时候附魔会重新刷新 但是缺点就是你不知道出现的附魔到底是什么 老哥没有办法 只能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没想到还真让他一步到位得到了精准采集 拿到刷怪龙也是轻而易举 通过地狱门欺骗之后 刷怪龙就不会消失了 现在需要跳到下一个版本 去得到一个你甚至都不知道的方法 在这之前需要先刷一下本集 你可以看见刷怪龙的默认就是猪猪 喊了一千只猪猪后 弄出击退二的附魔书 给钻石块附魔 这个方块就完成了 然后老哥来到下个版本 在这里他会拿到基岩 首先需要击败默认龙 于是他来到地狱堡垒收集猎猎猫 还需要一点恶魂之泪 又来到地面收集了一点默认真珠 然后是建造传送门准备进入第一 为了得到基岩 需要五个默认水晶 将它们放在传送门的四周 然后在默认龙重生之前打破 现在主世界就出现了基岩 收集完东西后 老哥需要通过下界 将东西送回原来的世界 他来到下界将东西全部放进去 现在是时候回到原来的世界了 然后来到下界寻找刚才的物品 拿上东西后 接下来就需要将黑钥匙给替换 但是问题出现了 黑钥匙被破坏的时候 传送门也会消失 所以老哥必须做出一台机器 就是更新抑制器 但是这会让你的游戏变得很容易崩溃 但为了让观众老爷看到 无一无二的传送门 老哥还是准备了材料 开始建造 为了建造这个机器 需要将游戏降级到1.18 因为1.19的时候 更新抑制器就被修复 然后老哥来到1.18开始建造 最后加上动力铁骨 打破黑钥匙传送门就不会消失了 最后老哥将之前收集的方块 一个一个替换上去 地狱门就建造完成了 然后再回到1.19 加上前生催化剂和附魔的钻石方块 现在就差最后一个方块 得到他需要先雕刻一个南瓜 然后变成南瓜灯 最后给他附魔 虽然这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在1.20版本是无法碰磨南瓜灯 这就是最终的地狱门了 这是一个被前生蔓延感染的事件 这位老哥将用这个感染一个多人服务器 起因是他之前加入了一个多人服务器 一个叫微笑的人迎接了他 带他加入了一个秘密的前生方块组织 这个组织计划用前生催化器感染整个事件 你可能在想 这不就是吃饱了没事做吗 但是老哥给出了原因 因为他刚开始加入服务器的时候 这里充满的混乱 到处都是相互残杀的玩家们 于是微笑想了一个半个 用前生催化器感染服务器 但是为什么感染之后就能解决这些问题 不管怎么样 反正是吃饱了没事做 我们都知道前生催化器 当你在他附近击杀生物的时候 就会出现前生蔓延 所以首先老哥他们需要寻找很多的前生催化器 他们拿上精准采集的钻石堡来到深邃围 在大叫了几声妈妈后 老哥也是成功地收集了足够的前生催化器 所以接下来就是建造一个生物园场 当玩家们都加入服务器的时候 老哥还在做最后的认识 但是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随着玩家加入服务器 生物开始在地上生长 于是他们的农场就不能刷出怪物 老哥也是掏出了B级 他花了一个通宵的时间 跟村民交换了一箱子的金面药水 是普通农场的十倍 然后将他们带到主世界击杀 第二个计划就是手动挖掘前生方块 第三个计划就是让各位观众老爷滑走 然后老哥选了计划三 首先是计划一 制作完僵尸猪人农场后 攻击他们拉上仇恨 站一会儿军资等待大家都当起 然后将他们带到主世界 放进洞里击杀 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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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花费了他们几个小时的时间 由于没有命名方款 所以击杀怪物实在是太慢了 老哥决定执行计划 于是他拿上锄头附魔了耐久 和精准采刺 去视频开始的那个深邃古城收集前生方块 只花了一点点时间老哥就掏空了整个深邃古城 然后他开始一个一个放置 但是他突然收到来自房主的消息 说服务器将会在24小时之后关闭 于是老哥决定再奖励自己一个通宵 现在六个满的前影箱都被掏空了 还有一半多的地方都没有完成 然后老哥不吃不喝不上厕所 又来到深邃古城白嫖了一家 现在距离服务器关闭就只剩一个小时了 他必须在时间结束之前将所有的前生方块放置 里最后一片区域的时候还剩8分钟 老哥必须要快点了 Oh go away Hello I'm getting distracted Oh god there's five minutes left Oh go away zombie Oh come on two minutes left Two minutes left to get this all done That's all the skulk trick is done Now it can do the skulk sensors And We're Done Oh my god We're Okay Don't Oh my god We're E